乳牙长出来疏于照顾 台湾儿童注牙率2到3岁有31% 到了6岁更高达79%将近8成 有些家长认为反正孩子会换牙 乳牙注牙不重要 这是错误观念 6岁可能就长痕迟了 然后再注的比较深的牙齿 有些会用到11、2岁 它会影响到下面的痕迟 你又没办法那么早去拔掉它 就变成说有时候注太严重了 也没办法再治疗 目前评估有效预防注牙方法 就是屠服 半年一次可抑制细菌生长 强化牙齿抗酸力 注牙的早期会有脱钙的情况 那只到牙齿还没有产生凹动 只是变苍白变脱钙 那本身它里面牙齿有些缝的话 它会让牙齿再钙化 它会让牙齿的表面发芒子又变坚硬 就不容易再注牙 更重要的是刷牙 儿童力道不均 务必使用软毛牙刷 轻轻斜斜要能刷到牙缝处 正确刷牙定期检查 保持牙齿健康 大安新闻的亚平蔡玉凯 台中报道